哈囉我是Amy 哈囉我是Li 我們是阿彌雅公里 今天要聊送禮 大家都知道日本非常非常的愛送禮 有一些小撇步是需要讓大家知道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教導大家啦 耶 真的是一年到頭都可以送禮 你們把表放出來 一路下來就是有無數可以送禮的機會 對 但其實我自己看這個卡連達 真的有在送的那個 バレンタインデーのファイトデー 以前啊日本人很瘋 助理都要在情人節那天送給比自己年長的男女 連女生都有 他們都是男的 所以你情人節送到的時候 你白色就要回送 但這就是一個陋習 因為我記得我們 就還在我們咖啡的時候 就為了這件事情真的是那麼矯盾 電通感覺很好看 而且其實真的 就我剛剛講的其實都是送男生 因為我們project會不一樣嘛 就是超級多人的 關係的人非常多耶 然後還要去AGO那邊打招呼啊 哇那那個花錢花很兇 對花錢花很兇 而且就是你得計算 就比如說你一個部有多少的女生 當然要評分嘛 然後要K下 然後要K下 就是每個人付的比例不一樣 按照他的年資 對 所以那真的是一場惡夢 但我覺得在公司的這個陋習裡面的一個重點就是 不會有人 鐵作り拿到公司 哦對絕對不會 都是用買的 然後買的話可能就會分量 可是比較便宜的跟比較好的 對 鐵作り就真的是本命了 鐵作り絕對只能給你真正要告白的人跟你的男朋友 我覺得你跟我新一波其實還蠻常見的 對 但是主要都是部門間的來往 商務網來的事情 自己其實都沒有送 你有送自己的婆家 我生母或是我祝賓 我不會 對 但是其實弟弟弟席家有送 可是那沒有把它加分不是嗎 對那這樣造成所有人的困擾 因為他要回 而且他一開始還有送我們家 好困擾喔 就很像拿著一個炸彈 而且他送那個是什麼昆布的 你一想你就覺得根本就不需要啊 對啊 所以就是變成說 那個時候我們就跟婆婆商量說要不要回 然後婆婆就說他們回就好 但是父親節跟母親節回 而且是會去請吃飯或送禮的 男女朋友真的是另外一個世界 他其實送的時機點跟台灣差不多 就是生日跟交往生日跟聖誕節 我男朋友其實是一開始會送 他一開始送我 比如說前幾個禮物的時候 他是特別去買的 很好吃 那時候只有那一家有賣 他在那邊跟我炫耀說他很容易拍什麼什麼 腰冰的 對然後他送我這裡就是都屬於 使用你一年式一個床墊 因為你睡在一個很爛的床墊 對我那時候我現在的床是我那時候 從我原本的家逃出來 然後在無印良品隨便游就好 所以那個床墊應該是最低階的那種床墊 所以他真的蠻不好睡 我男朋友那時候跟我還沒有住在一起嘛 他就來我家就常常覺得睡得很不舒服 老人睡得不舒服 所以他那時候就給我一個就是 那個床墊就捲起來很大 就這樣現在我還在用就對了 之後因為我因為他開始學高爾芳 所以他送過我推桿跟灰桿 最大的那一隻跟最小的那一隻 一開始的幾年他算是蠻認真在送的 後來因為他都不跟我約會嘛 所以後來我就直接request了 就說你就跟我約會 我就跟他講說那至少你就是帶我去吃飯 所以他去年是吃了鐵板燒 然後今年是吃了壽司 就是都吃比較貴 然後就這樣而已 然後他的話呢 一開始我可能送了電動刮鼓招吧 到現在他也沒丟掉 但就是沒開封 你就可以把去Milukagi賣掉 他也不要耶 他那次有感受到我心裡 他不想要丟 然後今年 今年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今年超級煩的 今年是個經典故事 今年就是他就說 他想要一個可以上班杯的公式包 可是你知道公式包 他又不要那種一般賣的 公式包的公式包 其實那種抽籌也都很貴 就是有很多袋子的那種 我就說那你到底要什麼變成我找很努力的查 那大概有這個幾個BRANDO 然後大概是有幾個款就會怎樣 然後他就那邊錢東西 啊吊帶太長啊 他要求超級繁瑣的 然後我就說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清單 把所有的條件都列出來 他真的列出來 我會給你們看嗎 就大概十幾條耶 我那時候就快封掉了 他一定要沒有拉鍊的 可是他又要有 又要有底部的 那就很難啊 拉鍊也可能有點麻 對他討厭拉鍊這樣子 但是因為現在的包包就是 比較正式的 或者是比較有輕便的吧 那輕便的他就會變成是扁扁的有沒有 有底就會有拉鍊 反正就是有很多互相矛盾的條件 他後來就直接說 你看一下Furula 然後我看了Furula之後 我就覺得 欸那這個還蠻符合你的耶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買 所以根本就不用開心 但你就直接丟link給我嘛 對啊浪費時間 對啊 然後我就說我可以直接在線上買 然後他就說 不行不行 你要去店你看 他要去看 不是是我要去看 我說你去店裡看 然後你去看有什麼意義嗎 這個人就是男生 我覺得他希望我用心還怎樣 就不想要我那個很 很簡便的獲得這件事情 然後我不知道在幹嘛 反正我的男朋友都好 但很希望我很用心還怎樣 反正我後來就是去了 我就找一天 平時請假的 很想要去了 然後看了覺得還不錯 就是買回來送給他 畫送回來他有的時候他忽然 給你一個小禮物 最近是這台 其實是他用他 不知道什麼健保的點數換的 然後前幾年他就是一直睡不太好 然後他去買那種比較貴的可以睡的睡衣 這順便也幫我買了 然後也就是在一個當地不當地 他說現在不是比較好嗎 都買窩心的啦 我覺得送禮這種事情就是一個 經營感情之道 你跟伊藤嗎 伊藤的話 其實我覺得我得了好多失憶症 我知道因為你都不記得 對但我覺得他送過最好的禮物 就是我一直都記得 因為那個時候我去考那個 品酒師 我記得 那年其實我完全就是沒有想到說 他會送我什麼東西 然後他就說他找了很久 後來他送了我一支很好的 就是開酒的刀 飾酒師的那個刀 他可能就覺得我實在太麻煩了 他後來就去比較好的紅酒店 然後問那個 推薦的酒 然後每年他會買個兩瓶 一個可能是比較好 一個可能是誰辦公室 可以直接開起來喝 然後我就覺得 哇塞他找到了一個偷懶的方法 你要講現金那件事喔 你曾經很生氣 他有送過你現金 記得嗎 我好像也忘了 你看你自己忘了 而且因為他好像是忘了 他本來是要去買 然後他忘記了 後來就說那我直接給你錢 然後居然給拿媽給 對 他那個給 就是還沒有放在那個現金裡 你至少可以 你知道你如果真的要給人家現金 那你至少要放現封名 對 他就是從他的那個錢包裡面抽了幾張 好討厭喔 是怎樣啊 是丫鬟啊 是打賞那種感覺 對啊 討厭很不爽 對你那時候很不爽 但你現在居然全部都忘了 啊我想到了我送過啊 我送過現金啊 我送誰現金 我男朋友 因為他要現金 所以他說 你不可以那個 直接拿出來 對 然後他說 你除了要苦苦 洗過什麼 然後我就查 因為中國不是有很多那種現金花啊 對啊 我就很努力 比如說我可能把它做成一個項鍊 然後捲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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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好煩喔 對啊 然後後來還抱怨說那個現金花 因為他的那個他太捲了很難 所以又把它拉開這樣子 所以有一陣子那現金花就在他桌上 他可能沒錢就拿一張 是不是 反正這邊很好笑 對啊 但現在就是都是人 就是直接 你會說 在一起久了送你真的很麻煩 對 我就想說 你那我想說我忘了講前夫了啦 我前夫倒是一個很愛過節的人 情人節 白色 聖誕節 然後各自生日都一定會就是 送禮跟吃飯這樣子 他很在意這件事情 後來我就說 那不然你就送我就是手勢這樣 他就會直接去 Tiffany 買銀飾嘛 銀飾就會比較OK 大概大概兩三萬 然後我還跟他說 那如果 Tiffany 你找不到 不然你去找黒衣 黒衣可能就是鍍金那種 可是他的設計還不錯嘛 這麼多年倒是收集了蠻多 Tiffany 的手勢這樣子 我離婚之後過了一陣子 我是把其中的蠻大的部分 都賣掉了 而且其實 Tiffany 的東西蠻好賣 就算舊舊的 他反正銀是可以處理的嘛 就 Tiffany 的二手價值蠻有市場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十分姐他那時候有要去泰國比較藏出 他那去之前還有特別買一個比較大的 像這麼大的大小的 Tiffany 的銀飾給我 大家有發現嗎 所有登場的東西都非常的實用 對啊 接下來剛好可以要講的就是 送禮MG級 對 送禮醜八怪 雷尖多布斯 他們真的很喜歡用布斯 對 雷尖多布斯真的好強烈喔 就是說因為很多 我覺得日本人就他表面上不會講 可是他心裡面也會 打分 打分 日本人超愛 對 幫每個人打分 所以就是他們有很多很多就是不能猜的雷 然後就有大概七個大的這個前提 就是如果你要送日本的禮物 不要踩到這些雷 嗯 嗯 啊 嗯 嗯 Click